Lun Sang 第四章 《作词》 对你们来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翻到今天的经文 经文是记载在卑lius 我们一起来读从第四章 第四节到第九节 我们找到就一起来读 我们有圣经就翻到第四章 如果找不到的话 没关系就站到这个墙壁上 我们打出来就来读 宾里书第四章 第四节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 预备 请 以明亚道总 才能识歌 我再说 以明亚识歌 当在众人家道 远远兮兮 主以兴兴 应当义无教育 只要还是 借着祷祷求和感谢 将给人所要 而告知神 神所赐 祈福的一遍 要遗憾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传言 一生们 还有未经讨 还是珍惜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失灭 你们在我身上 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 你们都要去习 赐平安的神 救病云远 还在 我们低头 做个祷告 下一个上帝 我们感谢 在这主的清晨 你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主你是赐平安的神 你不但赐平安 你是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们再次 叫我们自己 仰望在这位 赐平安的主手中 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能够 沉浸在你的平安 你的平安 不但赐给我们 也保守我们 在所行的道上 能够有主 你自己的荣耀 有主自己的 平静 与安慰 我们特别为在座 每一位弟兄姐妹 再次先到祷告 若我们在生命中间 有遇到什么事情 让我们心灵移动 让我们如同在 暴风雨中 我们求神 你的话语 再次 安慰我们的心 知道主 与我们同在船上 你的平安 会凭借我们心中的风浪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在主的恩典 与眷恶中 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行 我们献上祷告 献上赞美 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生命 如果我们翻到 《非语书》第四章第一节 看一下这个段经文的背景 你就很有意思 知道为什么把我们在这边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如何 什么叫做耶稣基督里的平安 平安还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平安 我想今天你们都知道 今天美国苏联监很大的事情 就是美国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凶杀案 在今天早上在霍贝党发生 一个拿了枪 就到霸鲁园去 一共杀了五十多人 前几天的发生 割星被杀死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生命中有平安 可是一刹了之间 我们生命中就没有平安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 我们在霸鲁园的时候 可能觉得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安全的时候 我们可以喝杯酒 我们喝杯饮料 可以很自由一点的聊天 但想象的地方是成为最明显的地方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是一个平安 一下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忧郁这样的生命 所以什么事情 我觉得很多的信仰都重要 我觉得信仰就是带给我们生命中间 有一个属灵的神的同在 保守眷恶 我们常常觉得说 我们有了很大的房子 或有很好的事业 我们生命就很平安 其实不一定 我想你住过大房子知道 住大房子不一定你住小房子平安 或成功的人也不一定比不成功的人平安 因为平安是一个心灵的问题 平安是一个心灵的问题 平安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平安不在乎你学位有多高 不在乎你私有多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 到底保罗为什么在这时候 要专身的重要文学 其实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一节 第二、第三章非常清楚 因为教会出了状况 你知道在非理书第四章第一节 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军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应当靠我什么 战略的话 战略 所以保罗在第四章 这个非理义书结束的时候 保罗跟保罗说 基督我们要战斗 教会要战斗 但是非理义的教会 是保罗非常骄傲的教会 你知道我常到很多地方 我提的不是中华会主教会 我提的是套阿土教会 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官僚 你们做的聚会 真的是我们的官僚 我们的教号 你知道 我最近接到一个职业 University of Chicago 打电话给我 希望我去带 University of Chicago 就是九月份的迎新的指导会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下给我 他说 欧牧师 听书你们教会在阿土教堂 所以不是因为我在中华会教堂当卫师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执了一个爬斗的场 所以他们找我说 欧牧师可以跟欧牧师分享一下 这个信仰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说 你们是我们的官僚 所以你觉得 我真的是官僚 可是你看后面 这官僚好像不太好 因为这官僚好像保罗觉得说 必须要站一度稳 就从来觉得不稳 因为怎么样 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内部出什么问题呢 他们却只能在爱吵架 我认为今天的教会 常常不是姊妹厂家 她是弟兄厂家 其实姐妹都蛮好的 我看到是很多弟兄厂家 不管弟兄姐妹 教会有很多的争执 有很多的不满 有很多的不高兴 那这些东西 造成我们在胡适上面 我们都不爱 我们就没有平 所以保罗这边 特别在英三节上说 因为这些争执 而且最糟糕的是 原来这些争执的人 都在生命车上有份 这最可靠的 所以你不但跟他争执 上去到他还在 你怎么知道 所以保罗讲说 这些人是生命车上有份的人 那我也同样的想到 为什么家里没有平安 因为家里常常有争执 为什么我们跟儿女只有没有平安 因为我们在儿女中有争执 所以争执 是造成我们在生命里面 没有平安的最大人能说 可是我们看这个经文 保罗 我们看保罗 怎么样在讲这个 耶稣基督的名乃 这个经文的中心点在哪里呢 第七节 神所赐的出人意外而来 这第七节是整个信息的一个中心 可你不要忘记 不但第七节讲到 神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他第九节里面讲说 最后说 赐平安的神 就给予你什么 与你们同战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 毫无疑问 它一个很中心点是 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所以我不代表平安 会超过你的所求所向 所以这是经文告诉你 他的平安是超过你所寻求的 超过你的需要 结果结束说 赐平安的神 我们的神 是一个赐平安的神 我好像从来没有经验 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 为什么我没有平安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再做这个经文 我想这个经文最有意思 不是从经文来看 我希望从一个bracket来看 图画来看 所以我把这个经文 变成一个图画给你们看 你们来看一下 这个经文里面 剩下讲了几个 六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来看几个经文 我把它变成图画的话 我把这个平安 放在这个经文的中心里 我们看这个经文 被什么事情所谓到 这个经文里面 如果耶稣基督的平安在里面的话 我给你们分享六点 保证怎么样 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平安 在第四节里面 讲到喜乐 第五节讲到天让 第六节讲到告诉 第七节讲到保守 第八讲到失恋 第九节讲到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 保诺怎么塑造 耶稣基督的平安 他讲六个很重要的观点 这个观点在围造 这个耶稣基督的平安 为一个中心点 在讲说 我们怎么样 能够reach到 我们怎么样 达到 耶稣基督所赐我们的平安 我们怎么样 心理到 我们的神 是一个赐平安的主 是一个赐平安的神 好 所以我们希望 从这六点 我们希望来分享 来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平安 所以我们从第一点来看 我们从第四节来看 为什么保诺一开始的时候 这样子说 你们要靠主 怎么样 常常怎么样 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所以喜乐一个很重要的动员 不是我们的神是不是不愿意赐你喜乐 是你们要不要喜乐 对不对 保诺说你们要不要喜乐 你知道有些人就不想喜乐 是不是知道 有些人就从来不想要喜乐 所以每天想的都是不喜乐的事 做不喜乐的事 每天就抱怨 每天就烦躁 所以保诺既然这样 生命做了一个挑战 保诺说 你要不要喜乐 而且你不再要喜乐 你要怎么样 常常喜乐哦 不是今天偶尔喜乐一下 你看你上个礼拜 有多少时候 你做一些那些喜乐的事 你做多少时候 你讲一些喜乐的话 保诺说一个很强烈的动机 如果我们要激烈耶稣基督的平安 我们必须要有喜乐的心在里面 我很喜欢一个英文的言语 他就教授说 他说 Peace begin with a small smile 什么样开始用平安 就是你开始微笑 我常问说 多少时候我们会对着微笑 多少时候我们照镜子会对自己微笑 不要一看镜子 哎呦 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 就是很震惊 你知道 很抱怨 你知道 特别是我常跟你有讲 你知道 你现在照镜子吗 是你生命里面最年轻的时候 越来越老 永远不会这么年轻的 你知道 所以说你今天看镜子 你不喜欢 以后镜子更不喜欢 一天每天更不喜欢 所以 反而说 你到底要不要 而且很多时候 他说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就说 牧师 我很不喜乐 为什么不喜乐 我小孩不听话 为什么不喜乐 我先生不爱我 为什么不喜乐 我太难太丑 为什么不喜乐 我老板对我不好 你知道 你还不愿意 我们要讲说 我不要喜乐 你知道 他保罗说 你要不要喜乐 而且保罗说 你要不要常常喜乐 保罗甚至说 你要不要靠主喜乐 你知道靠主喜乐 就表示怎么样 一切都没希望 对不对 我每次问你们 你们关心好不好 他说 就是靠主 就是完了 我们没救了 我都不要靠主 我就是靠主 就好了 对不对 都没有救 所以保罗引到最后 你愿不愿意 在你身份里面 你靠着我们的主业手上 你过出一个喜乐 我很喜欢 刚刚Edwin的时候 他说怎么样 常常喜乐 向主怎么样 向主高 常常喜乐 向主 我觉得一个小的一个smile 一个在洗澡间里面 你没有忍受 相处 八色的唱歌 都会 都是为爱你生命中 会喜乐的全面 就是到时候 忘记了这些东西 所以保罗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在基督 有一个平安 你要不要喜乐 你要不要常常喜乐 你要不要靠主喜乐 保罗说 我再说 所以保罗很激 就好像逼得比较好 保罗 我不要死 保罗说 我再说 你看保罗那种Urgent 保罗那种 最清楚很可怜 保罗那种 最清楚很可怜 保罗那种当你被 都活在那里 很痛苦很忧郁 好 所以第一个看到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我们在我们的身份里面 我们的 什么是我们的喜乐 我们有没有喜乐 是一个在耶稣经里面 平安的一个 开始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起始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 讲得非常简单 他说 当教众人之道里面 天涯的心 主已经 所以他说 主什么时候会接近你 你什么时候会feel 但是他说 他说 他说 他用一个字叫做 天润 英文讲得很好 不同的翻译 有不同的字 这边英文翻译的是 肩 你知道我们要肩 可是在原文里面 这个字很多的翻译 很多的解释 我随便捏几个原文 在中文里面 不同的翻译 有不同的意思 因为这个字是一个 非常丰富的字 什么叫做天润 比如说我的名字 欧千训 就是一个 千训 是一种天润 他不但讲到温柔 我有一个字 我也喜欢 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人的心很好 是一个好的心 我们的心叫好 对不对 我们有个好的心 这样 他不但讲到一个好的心 他很重的是一个字 这种字叫做宽容 我们是对人 你知道有种不喜乐 没有谦让的心 我们不能原谅人家 这事实在对不起我们 一想到我儿子 就想到一路上 他可能是 也是我的很多的blessing 可能有很多被很多trouble 我昨天跟我们派来一起 我们在讨论 因为我们下个就是 我们的35周年结婚纪念 我们在讲我们三个小孩的时候 我们三个小孩 老大老二老三 三个小孩 我们最感激的是 这三个文件事里面 我们看到 一路我们走过来 所以那几个太阳就说 唉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 小孩怎么样 有时候又不听话 不要说以前不听话 今天还是不听话 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你想一看 生命里面 因为有他们 我过得多么怎么样 好享受 而且好舒服 好享受 而且好舒服 我们过得好温暖 他不是都同意我 他不是什么都跟我们一样 可是因为我们有个宽容的心 和我们有种大不同的人 这就是讲到谦让的心 所以更重要 更深层的意思在里面 他不但讲到这个谦让的心 最重强调这个字本的强调是一个什么 饶恕人的心 我们愿意饶恕 你知道你不愿意饶恕人是你最温重的一个原因 是一个记仇的心 你身边有很多的仇恨 人家多看你一眼 人家少看你一眼 人家被人家说哈啰 人家被人家说哈啰 人家被人家跟你说什么事情 你很多在里面心 所以是有一个 我们不愿意原谅人家的心 我看过更深的翻译 这翻译是更 从这个字里面更 扎堆下去 一个拒绝报复的心 我们拒绝报复 人家跟我讲话 我们拒绝报复 我就像保罗讲到什么叫做战利的文 其实战利文不是我们多强悍你知道的 我一个战利文最宝贵的人 能够战利文是我们拒绝对我们的报复 我们拒绝对人家报复 我们拒绝对人家报复 我们拒绝造生理的仇恨造独 这是一个谦让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谦让的心 你可能是so close to our Lord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谦让的心 为什么心里没有平安 我们太多的垃圾在我们心 我们太多的垃圾在我们心里 所以这个种种的这些 这些说的几次 都是我们看见保罗对一个教会 当他们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甚至我们讲一个家庭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甚至我们对我们父母发生冲突的时候 甚至我们对我们父母发生冲突的时候 去保罗说 我们什么善基督心都没有人 是我们愿意 我们拒绝保罗 是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 我们可以接纳在一股乌烟 是我们懂得去拍这些人 我们接纳在你 包括你的孩子 包括你的同事 包括你的口渴 包括你周周 他们都不认识的 所以生命里面有些仇恨在这里面 今天早上这个人 会拿枪冲进这个坝里面 打死这么多人 他爸爸讲了句话 今天进了房屋 他说 为什么你的儿子会做这种事情 这些人生里面 就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仇恨在里面 很多的仇恨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 为什么没有平安 是不是我们缺乏一个 他说什么样 当教众人知道 所以他特别讲到这个谦让心 不是说 欧布斯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知道我去教报 只有我知道我是观众人 只有我知道我是宽容人 他说 要让什么 所有人知道 这个谦让心不是欧千训说 我叫不千训 我怎么不千训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话 你就不千训了 对不对 是别人说 是杰伍一说 是艾伍一说 他很千训 所以法罗自己很强烈的造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将这个 耶稣基督的赐利 我们这个quality 活在一个群体里面 活在一个众人里面 让众人知道说 哇 神是这么贴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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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第二个 讲到天杖 我们看第三个 在第六节里面说 当一无瓜里面 只要凡世界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人所要的 告诉神 我所强调的是 告诉 告诉是跟神有沟通 告诉你跟神有关系 告诉你 神有施行的时候 你说要去找神 他用三种不同的字 在形容 这个告诉我们的关系 第一个讲祷告 第二个讲祈求 就是感谢 祷告很简单 一般性人跟神讲 都是祷告 赞美是一种祷告 独圣经 Manicator 是一种祷告 心中默想 是一种祷告 默想是的话 都是祷告 我们祷告很多种过程 可是不要忘记 除了祷告也有保罗说 我们有祈求 什么叫祈祥 就是三个人的鸟 于是鸟不邀不 我希望你什么做什么事 所以祈求是一个特殊的状况 一个特殊的要求 我跟神提出来 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常常说 啊 主啊 不要成就歪到我们意思 只要成定意思 其实神不建议跟神说 神我们需要什么 神不建议我们要什么 可是除了祈求以外 还有什么 我们会不会站在身边里面 我们想到神在过去带来我们 我们献上要带来我们的神 这是感谢的祝告 这是感谢的祝告 所以第一个是祈求 第三个是我们要用感谢 将凡世界的祝告 可是前面有句话很重要 他说应当什么呀 应无什么呀 哇 所以各位各位姐妹 我们就发现 保罗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字的时候 他将挂律的祷告做一个什么 强烈的比较 好像在我们保罗在身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越祷告越不会怎么样 挂律 好像挂律的事情 但保罗说我们没有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应该义无挂律 但是我们可不可能义无挂律 我觉得不可能我们义无挂律 所以保罗说 老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无论是 你做传道人 你的生命扯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怎样应该活在你的祷告里面 因为你生命里面有挂律 等到有一天你硬无挂律的时候 因为保罗在这个里面讲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 似乎在我们生命有挂律的时候 我们失去人生的关系 似乎我们有挂律的时候 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 是我们有挂律的时候 这个基础落在一个 属灵一个低潮的光景 所以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 有挂律在保罗的观念里面 我们必须借用祷告 将我们有所忧虑的事 我们教的是什么 我们心中才会有peace 我们心中才会有平安 保罗说我们不应该 在我们身边有carry太多的忧虑在里面 保罗说我们身边有太多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到达的程度 我们要一无挂律的 将我们的所有患的事物 教到我们的主 他会帮我们 背负我们身中的神中 他会上升背负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最有名的一句话 我想是圣经里面说到我 有的我没有算过 可能有人说这个话 可能说了三百多次到四百次的话 就耶稣去说不要什么呀 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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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见着祷告 祈求 和感谢 将我们所需要的 告诉我们 告诉你的事 他会带你 他的引力 这是我们的平安 好 我们看完这个 这个 告诉的观点以后 我们下面看一个 第七节 保罗讲到什么 保罗以后 保罗很快的就随取到说 神所赐出为亿万的盈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 用这个字叫做保守 保守这个字本身 是一个军事用的 好像在大战的时候 当敌人的剑不断的射回来的时候 要有一个盾牌 挡着这个 这个东西 这种的剑射回来 打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盾牌上 正式叫做保守 所以是军事上用途 但法国人 为什么法国人用这个字 在讲这个 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面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 原来我们的心怀意 是受到很多的贡献 各位地位姐妹 当我们在寻求平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受伤的 是一个生命中的震灾 什么叫做灾灾 就是你有盾灾在一起 我很喜欢看 埃洞选的诗歌 其实他唱的诗歌 我们倒退一下 他唱什么 他说 荣耀的君王 我四面的什么 盾灾 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你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在身边 我们要追求 所以我要洗了 我需要在脑袜上的训练 我需要在神里面学习交托 我需要在神里面学习仰望 可是保罗讲的一种做的观念就是说 神会将这个平安赐给我们 这个平安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 原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若我们有神的保守和倦慕 我们没有办法去寻找自己 我们神里面能够处在这个光景中间 来说神的保守跟倦慕 所以神的保守一定足够使我们 在光浪中间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在 我们一开始宣告神的保守和倦慕 我们一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神像盾牌一样 会阻止着一切恶者的火箭 他是事里面用盾牌围绕着我们 让我们的什么 我们自己受到心 很多时候我们越find back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越焦虑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越担心的时候 就不常活在一个自我忽悦的状况 我们活在自我忧悦里面 所以他说保罗说保守我们的什么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 保守我们 所以在这个讲到平安的时候 保罗非常重视一个平安 其实不是一个外在的 没有问题的平安 不是一个都没有风浪的人 保罗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风浪 保罗也知道我们身边有很多生命 很难走得下去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形 所以保罗知道说 在我们里面有个东西是神要保守的 是我们身里面有那个平安喜乐在我们里面 那神在帮助我们 要保守这个平安 所以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问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平安 是神不保守我们呢 是神吃了恩典不够用呢 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在信仰上 我们好像师父总说 我们希望神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可是神常常不一定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 我最记得我们认识一个老师 这老师叫做赖若翰 赖若翰是官区里面一个很好的老师 赖人教我们讲道学 赖若翰是脚头到小马里 他脚走路总是一管一管 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 他到菲律律去幕会的时候 他下飞机的时候 很多人在接牧师来 他就一管一管下飞机 所有接飞机的人 都不晓得他是一管一管的牧师 所以都不理他 所以让他等着一个牧师来 你知道 他就一管一管走路 就坐在里面 就等着来接他到牧师 那所有教育都在等着一个牧师 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 我们这样的牧师走路是一管一管的 所以那时候他一生里面 他一直寻求各种不同的医治的方法 那他的脚都会找到一管一管 他前一段时间动了一手去 跟他跟我讲句话 他说我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一管一管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他知道 我一管一管 是神对我的助力 他说是神对我的恩典 所以我们非常感到认识 就是神保守我们的平安 是我们内心里面需要 我们永有的平安 神用失明的顿派围绕在我们的心胸里面 让我们的平安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的平安可以面对风浪 我们的平安 好 所以保罗很快的 我们看到第八节里面 我们看保罗继续在讲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弟兄们 我还有背景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北平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怎么样 失明 你们要失恋 所以保罗会用重视一个平安的观念 到底你的脑袋在想什么东西 我常常跟别人讲说 有些事我们想出去 要跟很多同事 我都没有在想 不然你在想一个人糟糕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想这个人又有点好处 当你想这个事情很难过的时候 你会想到这个事情有一些神的助力在 包括说 It's up to how you think 各位弟兄姐妹 失恋是败出行动 失恋带出表情 失恋带出情绪 失恋带出整个事情的feel 同样的我们一群服侍的人 同样一群在做事的人 同样的公司 同样的光景里面 我们每一个都遇见我们所不喜欢的孩子 我们都有不满满满满满的父母这样的生命里面 How do you think 什么是你的失恋 所以保罗说你要失恋什么 好的事情 再过下礼拜是父亲节 我不知道你父亲在吗 那父亲不在 我说要长大 我的父亲 如果你要讲缺点 我可以写任何后的数字 但你要讲优点的话 我们可以写的后的数字 问题不是我父亲确定的优点 是我怎么去思想 我父亲的优点 所以我能活在神的屏幕里面 这才能有神的恩典 在里面 都有神的作为在里面 一个对你最凶的老板 一个对你最不客气的老师 可能是造就你最深入的老师 一个对你最宠爱的 最tolerant的 最spoiled的 不一定是你身边对你最帮助的 一个人 吞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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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时候 我们要失恋 这些什么 这些 美 善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听讲说 你要失恋 你知道我做牧师 我喜欢看笑话 我们家里面 有段时间 我们家里面 小孩中的独行 我们家里面 胎儿知道 我们家里面 我们在餐桌上 不准讲不好的事 只能讲笑话 那我们家最好的笑话 就是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每日想笑话 都没有人笑 因为我太太每次都问 为什么我讲笑话 你都不笑 我们小孩都跟我妈 跟我太太讲 你就是我们的笑话 每日讲笑话 他就是我们的笑话 他习惯了 最后他也觉得 这样的家人 在身份 就很帮助笑话 为什么你家里 也吃饭 不快乐 因为你也很快乐 而且 我说 我又是在我小说 你们今天全部来 每个人讲个笑话 很多弟兄不想到什么叫 讲个笑话 你知道吗 因为他很久没有 讲个笑话 你知道吗 他久没有讲个笑话 他不知道什么话 会笑的 你知道吗 所以保罗说 你要撕裂这些事 是使人家 好的事情 守着生命为亮光 守着生命为光彩 各位就你们 常常有些 有些的表情 是你说要往他想什么东西 你以为 你可以隐瞒出 心目隐瞒出 你有那个光彩在里面 保罗说 你有没有思想这些东西 所以保罗说 撕裂 最后 保罗讲到 撕裂这些事 保罗更最后 想到说 你们在我身上 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 所看见的 这些事 你们都要去洗 是平安的神 救命 他们都要去洗 Hulk 包子的9属 用学习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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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有些英文变道我应该学他讲英文 有些人觉得这个人某方面很有才气我要学习他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在你生命里面有些人有内战的标题的想学 他内战的那种想学 各位兄姊妹 外表的方式你永远学会 因为神造你跟我都不一样 但网络说 听了没有 你所看见 你所听见 你所认识过 你愿意学 说得很快的 我们看见一个很美丽的这个经文的结构 我们看到在中心的思想什么道 耶稣基督的平安 但六个重要的观念 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平安 我们看到在第四节里面讲到 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死的 在第五节讲到 我们有没有一个谦让的死 在第六节里面讲到 我们跟神有没有交通 在第七节讲到 我们有没有认识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活在今天 是神的保守的那种倦果 而且在保守我们内在这个心灵的这种平安 只用盾牌四面围绕 神在为你巴掌一样 神在保守的那种表现 第八节里面 我们去想一些我们该想的事情 还是我们常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 什么是我们先想的 是正确的 是积极的 还是负面的 还是损害我的事情 最后 第九节讲到 我们有学习的对象 你有学习的对象 你有学习的对象 你知道我们在微博很多 有很多点交往 我们觉得不值得学 可是真理 你的周章 和许多信心的 像云彩的一样 让我们一起来经历 夜深的平安 夜深的平安 永远给你同胜 好 我们知道交往 谢谢